血液链筹又被称为高链筹血症 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就比较容易得到这个问题了 高链筹血症最折折的危害就是我们的心、脑、肺、神 等这些重要壮气的血液供应问题 它会造成血液供应不足 引发我们人体的血液、血氧、从而导致 好像冠心病、脑紧死和审衰这些疾病的加重和加戚 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 这些血液链筹发出来的信号 其实是很容易被我们忽视的 其实血液链筹增高 是一种我们身体的早期的预警信号 稍微加点留意 可能我们就会察觉出来的 大家好,我是自己身 这一期的影片呢 我们来讲讲血液链筹的问题了 其实呢,血液链筹呢 一般有四个疑警的信号 从而呢 我们的身体呢 可以告诉我们知道 我们体内的血液年酬度 可能就偏高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一定要引起重视的 各位朋友 有这几种疑警呢 你就要及时去医院呢 进行进一步的检查 避免一些意外事件的发生的 义警一 早晨起来头晕 但是晚饭之后清醒 那临床观察显示呢 我们血液年酬高的朋友呢 他在早上起床的时候呢 就会感觉到头晕晕的 没有什么力气 而且呢 我们睡醒之后呢 他又没有一个神清气所 中力充沛的感觉呢 直到食烟早饭之后呢 我们大佬呢 才清醒下来 晚饭之后呢 我们精神状态反而更加好 好兴奋 即有些朋友呢 他可能会 聊到半夜 都没什么睡觉的意思 这可能就是血液年酬高 向我们人体发出一个讯号 那么 第二个意境就是 午饭后 我们就犯困想睡觉 正常人呢 在吃过午饭之后呢 他是会有这些困倦症的 但是呢 这些是可以忍受的 但是呢 一些血液年酬到高的朋友呢 他通常在午饭之后呢 他就立即会觉得 有少少困了 而且呢 有些朋友 他还会立即 还要睡一会儿先 如果他不睡一会儿呢 他会觉得前身不舒服 整个下午呢 都好似 无精打采 那样 如果睡一会儿呢 这些朋友的精神状态呢 他就会明显的好转 这是因为呢 在午饭之后呢 血液纯滑呢 他是加速的 血液年酬到高的朋友呢 他的大脑 他的血液供应是不足的 那第三个意境就是 下蹲困难 空门 气蹲 那 血液年酬到高的朋友呢 他一般呢 很多都是肥胖的 那这些肥胖的朋友呢 他的下蹲呢 往往是比较困难的 有些时候呢 他都没有办法 是这样蹲着工作的 否则呢 他会感觉到 空门 气蹲 呼吸不长 这就是因为呢 血液年酬到高的朋友呢 他下蹲的时候呢 他回到我们心脏的 血液呢 他是减少的 加上这些血液呢 又过于年酬呢 他会容易导致呢 血液纯滑不足的 那血液纯滑不足呢 他又会导致 氧气呢 和氧化碳呢 他就不能够充分的交换了 所以呢 他就会引发一些 呼吸困难啊 啤气啊 等这些 机体欠氧的一个现象的了 二警四 视力正常 但是看东西就是模糊的 有些中老年人呢 他检查视力那时候呢 他又没有什么異常哦 没有什么问题哦 但是他经常会出现一些 短暂性的 视物模糊 甚至是看不清的 这种情况呢 多建议呢 六十五岁以上的老年人 这是因为这个老年人呢 他可能呢 他的血液连潮度呢 比较高 所以呢 他的血液呢 流通呢 不是那么通畅的 我们人体呢 这个营养物质 和氧气呢 在这个时候呢 就不能够时 供给视神经了 从而会导致呢 这些视神经 和视网膜的 暂时性 揭血 揭氧 医学上呢 叫这种行为呢 叫做浸发性 视力模糊的 因为呢 血液连潮呢 他会引发很多疾病 一定要够时调理才行的哦 那么我们在定规治疗的同时呢 还可以吃一些 可以稀释血液连潮症状的 蔬菜和水果哦 在这里呢 借医生呢 就科普一下 蔬菜和水果 希望企定呢 可以帮到大家呢 稀释这个 血液连潮 血液连潮 我们吃什么蔬菜比较好呢 那么第一个呢 就是西兰花 因为西兰花的热量呢 是比较低的 它的食物纤维呢 含量比较高 它还有丰富的维生素 和矿物质 同时呢 它又含有 那个类黄酮比较高哦 那么这个类黄酮呢 它是一种良好的 血管清理剂了 它可以帮我们有效地 清除血管上层积的 蛋固醇哦 还可以防止 我们身体的 血小板的凝聚 减少我们 心脏病的发生的 那么西兰花的食法呢 多很多 那么 精食呢 是食用西兰花 最佳的一个方式了 第二种 是大蒜了 那么 大蒜呢 它是有一个明显 降血脂和育黄 动物周氧暗化的作用哦 而且 它可以有效地防止 我们人体血酸的成程 经常使用大蒜呢 还会对我们的心血管呢 产生显致的保护作用哦 大蒜呢 又被称为 药用植物中的黄金了 那 那么西兰也是很喜欢吃大蒜的 啊 不过我太太呢 她就不是很喜欢吃了 那么大家都要注意哦 烟制的大蒜呢 是不适宜过场的 以免呢 造成有效成分的破坏 那么西兰呢 她是吃生大蒜的比较多 可能会加少少醋 这是我个人爱好 有些朋友呢 她有消化道疾病呢 或者有肝病 或者眼病的朋友呢 就不是那么适宜过多食用大蒜的了 这些都要注意 大蒜都不是适宜每一个朋友的 以后有机会呢 我们可以做多几个影片 来讲讲大蒜 那么除了这些之外呢 还有哪些水果呢 对我们的血液浓潮是有好处的呢 那么血液浓潮呢 它吃什么水果才好呢 第一个就是山楂 不管是血液潮 或者是血脂膏 这些朋友在平时的时候呢 都可以多吃山楂 山楂呢 它对血管呢 是有比较好的保护作用的 是由于山楂中呢 含有大量的三铁类 或者生物类的黄酮 维生素丝等这些成分 但是这些成分呢 对我们的血管呢 是拥有一个抗张的作用呢 从而呢 来降低蛋固醇 和甘肉山枝呢 除此之外呢 我们在平时生活中呢 都可以多吃山楂 因为呢 对于有些血液膏的朋友呢 山楂呢 可以帮助我们呢 起到降血压的作用呢 另外呢 在山楂中呢 还有山楂酸 和柠檬酸 这些成分 这些都有 显示的 降血脂的功效 但是呢 有些老年朋友 他如果过量吃山楂呢 他会容易导致我们 腸胃不息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适当地控制食用了 第二个水果是苹果 在平时生活中呢 我们不妨呢 多吃苹果 因为呢 苹果呢 它是一个 保持我们 血管通畅的作用的 所以呢 这个苹果呢 间接来说呢 它可以帮助我们 降低血液的浓度 从而呢 预防血酸的成呈 那 在这么多呢 降低血脂功效的食物当中呢 苹果呢 是最容易被忽视的 而它呢 是之所以有这个降血脂的功效呢 是因为苹果中呢 含有大量丰富的果胶 这一种呢 是一种水溶性的膳食纤维 而这种成分呢 可以与蛋质酸结合 就好像海绵一样 吸收我们人体内呢 多疑的蛋固醇 而且呢 将它呢 浸快地排出到体外的 大家好 我是仔生 希望这一期的影片呢 对你有所帮助的